至于脚线呢,这不可以有虫孔或有木结以及裂开之类的问题 而且木材的颜色要接近,表面呢更要平滑 切面的形状要以工程师批合的样板作为标准依据才行 在安装脚线之前,工友要先确保墙身平直 就像我们的腰板要挺直一样 然后用气枪钉,把脚线稳固地钉在墙上 要记住啊,这个脚线一定要贴紧墙身和地台 钉完了以后呢,钉头位置当然要填平了 而颜色也要配合好,以免看出一颗颗的钉头 就像我老婆天生一脸麻子,怎么化妆也漂亮不到哪去啊 稳叔啊,伤心事别再提了,还是说脚线吧 安装直脚线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有接剥口 如果真的是无法避免的话 那就要根据工程师批准的位置 并一定要以45度角来进行接剥 而且接剥口一定要平直紧密才行 至于窗台板的安装,那就不很复杂了 首先工友要清理好窗台的混凝土面 以及确认好石木窗台板的钻孔位置 然后就可以把螺丝胶塞按在窗台位置上 再用螺丝把窗台板固定那就行了 不过要记住,螺丝头一定要藏在窗台下面 钉子孔也用木塞来填好 并且一定要弄得平滑才行 就像是重铸的烂牙要补好才行 在安装窗台的市面板的时候 也要先把混凝土面做好平滑工作 清理好以后,采用螺丝胶塞及混凝土钉 装上夹板底板 接着就可以贴上装饰面夹板 或者是装饰薄皮了 这种装饰薄皮除了可以用气枪钉之外 也可以夹钉临时木条固定它 最后再钉上封边线 到市面皮紧贴底板之后 就可以把木条拆掉了 不过记住,所有窗台板的位置和水平 都要按照图纸来做 要比窗的玻璃线低 那么将来换玻璃就方便多了 总之,所有的工序都正确 小姐热闻,来一个 装在大厦公共走廊或者大堂的天花线 一定要采用防火材料 如果天花线是木料的话 那么天花线上就要刷上防火油了 在安装天花线之前 工友要先根据墨线贴上保护胶纸 并且要确保天花 墙身的装饰都已经完全做好了 那才行 另外呢,天花和墙身一定要平直 所有天花上的灯位以及过路箱的位置 都不可以侵占天花线的位置 一般天花线的安装方法 就是把天花线刷上制造商的胶浆 或者是液体钉 然后就贴在天花和墙身的位置上 记住,尽量不要在显眼的地方来接剥天花线 最后把接口位置弄平 把胶纸清理干净 那就行了 记住啊 天花线一定要装的牢固和平直 说的对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努力做好 刚才我和国强所说的每一个工序的话 那就已经达到优质工序的目标了 知道吗,国强 知道了 我们下期再见